大家好我是Audit 今天会给大家讲讲如何得到免费的国际顶级域名 而且有四种不同的后缀 那么可以找这个网站Freenorm 那么输入一个试试看 看能不能注册一下子 FreeDomain我试试看啊 这是我随便输了一个域名 看这不可用 那么我们就会换一个 FreeDomain I like 好我们试试看我喜欢的比如说 这样我们就找到四种看到没有 都是免费的 有TK后缀的 这常见这种 以前还有ML GA CF GQ 全国际顶级域名上面就写 你的域名点ML就行了 那么比较喜欢哪个随便 你自己看 都可以注册 那么现在主要有空缺的话 你都是可以的 比如我注册一个这个ML的吧 现在获取 那么这全是免费的 0 当然这些这些正常域名 Docon的话是收费的 价格也比较低廉 这里还是其他域名可以看看 有很多 这也是一家域名注册商 它也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域名 这些域名是提供给你免费的 那么完成了 我们点完成 可以看到 这之前是我随便测试用的一个 不需要也没关系 反正都是免费的 你可以多住这些 到注意这里要到12个月之内都是免费的 超过12个月 而是收费 但里没有关系 等到12个月到之前的两个星期 你可以续 每次都可以续 每次续也都是免费的 所以不用担心 它是永久免费的 好 我们点继续 继续以后到下一个页面 那么这里呢 你可以用你的Google账户 或者Facebook账户登录 或者这里呢 新的一个邮件 好 我是我的邮箱 它会发一封验证邮箱 验证邮件到你的邮箱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 收到以后 点击一下这个连接就可以了 验证好邮箱以后 你收你的下一步 收你的基本信息 姓名啊 地址啊 邮编国家 电话 密码 输好以后 点 读过了 那么就可以到下一步 好 这里点完成 好的 订单确认 那么有这个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 到Canada 到那个后台看一下 那么在后台里面呢 我们点这里 好 这里就是 my domain 我的域名 就是我以前注册的一些域名 都在这里了 那么可以看看 你可以注册很多个吧 我当时注册了50个左右吧 然后呢 你要续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 my service service里面 到这里 就是renew domain 就可以续 续也是免费的 而在 两周前就可以了 像我这两个域名 我想续费 是免费续费的 免费续的 我们点这个 renew 就是domain 就开始续了 这里呢 点12个月 依照12个月都是免费的 最长可以12个月选择 每次可以续 永久可以续费的 点order 那么等一下子 过了以后 这现在是13天就过期了 那么续费完以后 就成功了 回去以后可以看到 我的域名 点这里 my domain 我们看我的域名 是不是续费成功 刚刚是一个叫奥数的域名 那么看一下才多少天 点renew renew以后 到下方看到 对 刚刚的域名 还378天 你下了续了一年 对不对 这都很方便的 那么这里呢 我还有写域名要续费 那下了下去 这里呢 我就可以看到 我如果这个域名注册成功以后 我可以拿这个域名 就直接做网站了 我可以看下访问一下子 这是我做的一个 wordpress网站嘛 免费域名 很漂亮的 很方便 成功了 你只要挂住你一个 你自己的空间 可以选择收费空间 免费空间都可以 你可以用自己的网站了 然后你可以 网站里自己签选内容都可以 编辑都可以 就跟正常的wordpress一样的 这个域名是顶居域名 随便都可以使用的 跟等同于其他的 点com的域名是一样的 是mqm4.com的域名 我是mqm4.com 他造的GA 只是他的域名后续为GA 但都是国际顶居域名 都是一样使用 很方便 我的wordpress网站 也做好了 很方便 对于域名的操作 跟正常其他外汇注册商里 域名的操作样式 设置DNS啊等等 跟那个免费空间 如何连接 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里做一下 My domain 进入域名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 manager domain 那么就是管理这些域名 那么我这个域名呢 I'm a careful 刚才我给大家演示过了 我是连接到了 我的一个wordpress的网站 它是一个免费空间域名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做 基本信息看一下子 这什么时候注册呢 我2018年就注册了 到现在就将近三年了 那么过期日 1月24号马上要续费 马上续免费续的也是 这里升级 你一升计划就变成收费域名 可以你自己收费 收费的话 你可以多注册几年 免费等于每一年 每一年的去 收费最多可以10年 而价格还好吧 9块9毛5 另外这里呢 可以管理它的name server 服务器 它的域名服务器 我这里设了一个域名服务器 设到我这种网站空间 这样我就可以 安装我的wordpress的网站了 这里还有什么呢 2Cglue record UIL forwarding 那就是说域名转向 就你把这个域名 从定位到另外一个域名上 就可以 然后再取消 然后这里呢 是它系统 本身这一家域名注册商 它自己也有一个name server 你用它的 可以连接到它的一些服务上去 但一般的话 你用自己这个可以了 好这就是基本的这个管理 这个正常的一样 要是方便 主要就设了一个这个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域名服务 域名服务器 设这一下就行了 这个指向 你所需要建网站的那个空间 嗯 好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免费的紧急域名申请的网站 它有4种都可以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这个选择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大部分人都是没有选 没有就是很多域名都没有注册的 你即便注册即便输入一些关键词的话 都能找到对应的域名 非常非常不错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